家父修身呢 早期參與了一連串的軍教片 讓他發光發熱 奠定了他民族英雄的形象 是的 就像我走在路上 常常會有很多男性的觀眾啊 過來拉著我說 欸 當年啊 我會簽那個志願意簽下去啊 都是因為看了你爸爸的電影 我不知道他是在鼓勵我 還是在恨我 像我從小到大 以我這麼頑強 這麼挫折的一個外型 他還含辛無苦 得把我扶養長大 沒有走歪 這個對社會來說 這不就是一個最佳的貢獻獎嗎 讓我們掌聲歡迎 梁修生先生 那同時也邀請 我們文化部部長李遠先生 上台為我們頒獎 我要謝謝 剛剛不斷地抱怨我的兩位隱言人 當然謝謝他們也姓梁 最後我要謝謝我的家人 他們一路都陪伴著我 家父修生呢 早期參與了一連串的軍教片 讓他發光發熱 奠定了他民族英雄的形象 是的 就像我走在路上 常常有很多男性的觀眾啊 過來拉著我說 欸 當年啊 我會簽那個志願意簽下去啊 都是因為看了你爸爸的電影 我不知道他是在鼓勵我 還是在恨我 眼而優則倒之後 他本著取之於社會 用之於社會這樣的理念 拍攝了一系列關懷社會議題 弱勢團體的好戲 是的 因為他關心了很多人 那請問一下 他有關心過你嗎 要在這裡說實話嗎 是 有的 像我在加拿大念書的時候 那個時候他在台灣忙著倒戲 但是又很想來看我 所以呢 他會拍到晚上非常晚的時候 搭晚班機飛到溫哥華 早班機到溫哥華之後 在溫哥華待一整天 然後又坐第二天一早的班機 飛回台灣繼續拍戲 所以他把加拿大 當作奧萬大在飛就對了 就是這樣的概念 而且還不止一次喔 所以我都懷疑他是不是 華航有入股之類的 不過 講到這樣 他有關心你嗎 其實我很仔細很仔細的想 像我從小到大 以我這麼頑強 這麼挫折的一個外型 他還含辛無苦的把我扶養長大 沒有走歪 這個對社會來說 這不就是一個最佳的貢獻獎嗎 所以 這就是我的父親 讓我們掌聲歡迎 梁修生先生 讓我們邀請特別貢獻獎得主梁修生先生 上台接受這份榮耀 同時也邀請我們文化部部長李遠先生 上台為我們頒獎 謝謝部長 請部長回座 請部長回座 謝謝部長 請部長回座 好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請座 謝謝 我要謝謝 剛剛 不斷地 抱怨我 的 兩位 引ر and 人 當然謝謝他們也姓梁 我要谢谢台湾电视公司的黄松董事长 谢谢他的大力的推荐 我要谢谢评审委员 给了我这么有意义的一个荣耀 当然刚刚看了威西亚 我要谢谢一事一有的李岳峰导演 朱远平导演 王娟演员 谢谢他们 我是1970年从屏东来到台北 我是来找工作的 当然我运气好 我很快就遇到了一位恩人唐济导演 遇到了一位贵人杨温干导演 谢谢他们的慧眼四人 让我很快就找到了一个演员的工作 不过 我从来没有受过演员表演的训练 所以刚开始演戏 非常的糟糕 一塌糊涂 跟我一起演戏的前辈们 又给我取了一个外号 叫做棒锤 我以为他们是夸奖我的演技 后来我才知道 棒锤的意思就是 常常出错的人 就是常常出错的人 虽然他们越是说我棒锤 我越是跟他们学习 向他们请教 就这样 我从领演到配角 到主角 到导演 到制作人 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行业 我真的没有副业 我到现在我不懂 什么叫做ETF 我这个年纪也没那个体力 去跳16吨了 我进入这个行业54年了 我就像跑马拉松的陪跑员一样 陪着这个行业一路走下来 我想接下来 我会继续地跑下去 我也会继续地 把我自己贡献给 所有的导演 制作人 同业们 我向你们学习 我也愿意分享 我多年的工作经验 回顾过去 我不需此行 展望未来 我笑容满面 最后我要谢谢我的家人 他们一路都陪伴着我 谢谢大家 我们再次的掌声 谢谢特别贡献掌得主梁修生先生 也谢谢影言人梁和群梁振群 不断地学习 继续跑下去 是梁导给我们的精神 我们也期待梁导 继续用他的编导演全才 继续创作更多精彩 而且感动人心的作品